Shy代表快光、照耀 也代表了天佑和佑南這對 充滿陽光起色的年輕組合 我們訪問當日和Shy去到一間有特色的咖啡 問到兩個大男孩有沒有想過自己創業做老闆 天佑和佑南都不如兒童地選擇開食事 給我輕輕鬆鬆 如果開一間Coffee Shop 我會覺得是挺悠閒的 就是在一間Coffee Shop下午 你看現在這麼好天 給朋友喝咖啡天佑 嘩 其實是一件很舒服的事 不是用來賺錢的 如果給我選 做生意 都很大 也不是做生意的 是有錢做一件事 開一間店 投資要錢 風險都很大 真的要開了我會 糖水貨 因為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很喜歡吃甜品 就是糖水 其實很多人我發覺都喜歡吃糖水 那 我自己也喜歡吃 很容易就 可以吸引到很多人 最重要就是 糖水的賣點在哪裡 所以 糖水貨 很容易 很容易 最近 他們和一個時裝品牌合作 不知道 如果可以選擇 天佑和佑南 你會選擇什麼產品 做自家品牌呢 其實我會選擇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T-Shirt 因為我平時會 自己會 畫東西 我覺得我平時畫了一些圖案 一些畫 在T-Shirt 可以很美 另外 我會 電話繩 綁著頸 因為我經常跌電話 我覺得 如果有一條電話繩 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因為身邊很多朋友都跌電話 每個人都綁著 就不會很奇怪 因為每個人都說 你為什麼綁著電話在鏡頭 現在 就不搞笑 你 如果每個人都 有很漂亮的電話繩 就不怪了 我如果自家產品 我會 我想是Figure 或者是自己的Figure 因為 其實挺有趣 我覺得Figure 是 那個家裡做一個 這個Figure 那個家裡高一點 長頭髮 短頭髮 我自己來計 可以做一個Figure 也是一個 那一刻 也可以擺設 因為我自己都很 在家裡擺設 所以 Figure 是 你可以換一下衣服 又可以長一下衣服 又可以 可以換一下 給吉他彈彈 真的 挺好玩 又可以當玩具 所以 如果我出了 我會出一個Figure Figure Figure 如果別人會買 你畫完 就這樣 可以加上去 人家會買你的Figure 放在自己家裡 其實這件事 挺有成功感的 你看 為什麼你會做成功感 很開心 做生意需要創意 那在音樂創作上 他們又怎樣找靈感呢 其實我很個人 因為我多數都是 自己感覺到的東西 寫出來 那 譬如我會 我看看那一期發生什麼事 就是一些生活上 遇到的東西 我就會突然間 會有靈感 就是一些很感動 令自己很感動的東西 就是朋友突然 在外國 就是要走了 去外國製造 做事 或者移民 我又會 有些想起以前的東西 有些感覺 我會是這樣 我會是 比較多 是突然間來的 還有有些時候 譬如 晚上的靈感就特別多些 記錄很多 很多 這些巨姐 關於裡面的生活化 或者每一天的感覺 然後 看回之後 那裡 就大約是 去回 那天的心情 做一些 開心的歌 不開心的歌 至於在電影方面 天日和游南都嘗試過不同的造型 由清純學生 花心情人 到古惡仔角色 都演繹過 問到最想嘗試的電影造型 兩位不約而同地表示 希望能夠演繹一些 身體或心理不健全的角色 給我去想 選一種一類角色 是有挑戰性的 想做的 會選擇一些精神病患者 就是 其實這件事是 沒有笑 是可以很認真 很慘 因為我看 我自己很喜歡 一個演員 我喜歡 一個演員 我看過她 有她的美麗 我覺得 為什麼 演一個 有精神病的人 可以做得這麼好看的事情 其實是很有人接味的 也有難度 我自己對這類角色 會 很有興趣 如果我真的想做 由我出道到現在 我自己都一直在說 就是想做一個就是 又 有 看不到的東西 還有 有龍蝦的病 就是這個病 是有多難去演一個角色 因為這個角色 你一來沒有對白 你可以幫自己去 表達一個畫面出來 如果有龍蝦 你自己的身體語言 要做得很好 還有 你的內心一定要做得很硬 那些 真的要懂得做的 就是 演家一段 可能也未必是做到 做到的 但是 要有時候 希望可以爬到這樣 但是自己 一定會不停地苦練 謝謝 謝謝